台湾的虚荣呢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一谈懒惰 懒惰有什么不好呢 懒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烦恼和痛苦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师父我想提到懒惰 大家都知道懒惰是什么意思 不过您能不能从佛法的观点来看一看 就是说从佛法的观点来看的话 懒惰应该怎么解释 懒惰又叫做懈怠 懒惰跟静静呢 是相对的 得过且过 那是懒惰 或者是呢 直接没有想要完成什么 但是呢 有的人呢 是想要完成 但是呢 就是呢 身体没动 老是在空想 而不时啊 去跟 勤奋的呀 去射箭 去努力 因此 对于一个懒惰的人来讲的话 他自己是很茫然的 懒惰的人往往 自己觉得很忙的 哦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奇怪的事情 对呀 为什么懒惰会觉得自己很忙 因为他自己的动作很慢 或者是呢 他都不想 去完成什么事 因此呢 他就觉得事情很多 周围都是他的事 甚至于吃饭 拿筷子 都是麻烦的事 都是一桩事 喝水 要去倒一杯水 也是个麻烦的事 任何事情 他都觉得这么麻烦 就是任何事情懒洋洋 都不想去啊 动 不想去动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上了 他的生活里边呢 忙的事情太多了 每一个事情都拖着 都没做完 每一个事情 他就觉得要赶 要赶 要赶 但是呢 他没有去动 那么有的 这种人呢 他不一定没有希望 有希望就是呢 没有去动 那也有一些人呢 他们 一边是懒 一边呢 他们真的 什么也不想做 那有种的就是一种了 自暴自欺的人 嗯哼 你问他有什么希望吗 他没有 有什么目标吗 也没有 那活着一天做什么 这一生八八了 那自己活了 活下去 不知道做什么 嗯 一方面 他的能力 是有限 也找不到 有工作的机会 或者是呢 拿到工作以后 他也没办法完成 所以呢 就变成了 有的时候好险 好吃懒做 那就变成 这种懒人了 那么这种懒人了 是蛮痛苦的 因为 呃 自己 呃 是不能 那一方面 也让人家看不起 那自己呢 也 也没什么事情好做 做不 什么事情呢 到他手上都做不起来 都做不好 呃 那这种啊 比懒猫 比懒狗 还要糟糕 懒猫 白天睡觉 晚上还叫一叫 懒狗 这个整天睡觉 有人去 经过的时候 大家往往 还会 还会叫一下子 那这种人 呃 他这个 无数事事啊 呃 他总 呃 希望 呃 能够啊 呃 直接 呃 活下去 活完了就够了 嗯 没有想到有什么事 像这种人 我们世界上的 呃 还不少啊 呃 我看到 这个 在 我在西方的 呃 美国啊 我看到 很多的黑人啊 嗯 他们呃 一方面 他们受的基础教育 是差 他们也 他们家庭本 背景就是 不让他们受教育 或者是他们 没有意愿 也要受教育 嗯 因此呢 他们呃 也没有能力 那整天 都在做了玩的 做到门口 这个戒严上 整天都在聊天 年纪轻轻的 就是没有事情可做的 那因此呢 就变成 很可能的变成了 一些犯罪的 呃 行为啊 也会出现啊 因此 这个懒 呃 是 这个 呃 既然不能够伤身 甚至于就是 很容易 下斗的 一种啊 现象 是 那么这个懒啊 跟平淡 懒惰跟平淡之间啊 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懒惰的人 他是说他不去追求 他不想去追求 那平淡的人 他也不积极于追求 那可是他们两者之间 有没有不同 我想这个差别很大了 哦 所谓平淡的人 呃 他有条件生活 就是说 他能够生活得更富裕 但是他没有追求富裕 他能够豪华 但是不去豪华 他 可以工作 有很大的能力 很强的能力 但是呢 他想休息 这个 他没有想要去工作 那他 这种过平淡的生活的人呢 他可能呢 看看书 看看话 写些字 听听音乐 他还有人的情趣 在里头 这种啊 可能比较重视精神上面 精神生活 有的人 他生活在山里远区 有的人到海边去 有的人到乡下去 他就过平淡的生活 非常平淡的生活 但是他就是有条件的 他们这些人 并不是说他们无能 甚至于他们 就是清高 有这种啊 他们是希望享受生活 享受这个 享受这个 优先的平淡的安定的不受啊 这个都市生活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 这些人际关系的复杂的问题的这种生活 这叫平淡 难度不是 难度他是无能的 他自己本身呢 不能做出任何事来 他也没有想要做出任何事来 或者是呢 人在一生的过程之中 也有一些阶段呢 他就是懒 他就是对前途没有希望 没有想要 自己要做什么 懒一段时间 懒一段时间以后呢 也可能有一个转机出现了 他又有去找工作 而且很积极的又开始 所以懒惰也并不一定 就是说一生都是懒惰 可能有阶段性的 可能有阶段性 有阶段性的懒惰 不是很坏的事 可以说这个调剂 暂时停顿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对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懒惰呢 可能会替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和痛苦 让自己不仅不能上升 还会往下降 那么怎么样来消除懒惰呢 那我们在下一集里面 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谈一谈如何消除懒惰的心 我想可能大家在某一个阶段 或者某一个时候 都会有点懒惰 怎么消除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师傅您好 师傅上次谈到了 什么样的人叫懒惰 还有懒惰会替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烦恼 那么就想起有一种人 他心怀大志 可能头脑里面 常常转着各种的念头 有各种的谋略 可是呢 他说他只是机会没到 或者是还没有执行而已 那这种人算不算懒惰呢 也可以说好高无援 也可以说不切实际 一番都是狂想和妄想 他不是脚踏实地的去做 我是主张人要从近处找手 要说远处找也 光是有大的志向 有大的愿望 而没有去脚踏实地里开始做 这个是没有用的 这个永远是一种虚幻的 一种狂想 在古人 在古时候的人呢 有一些人还没有当宰相之前 他是在做农夫 或者是呢 做工人 或者是做侨夫 然后呢 被发现了 机会到了 他就做将军 做宰相 像这种人 他做侨夫的时候 真正做侨夫 他并不是说 哎呀 我是做宰相的人 我怎么做侨夫呢 我是一个做将军的人 我怎么会在这里做农夫呢 不会 在做农夫的时候 真是做得像个农夫 但是呢 他这个志向 有一个大的缘境在 那么如果是 老是心里里面 在幻想着 我是准备 要做大事的 现在这些小事 我不想做 这个 我自己遇到 蛮多的这种朋友啊 嗯 师傅上这说 说 很多的懒人啊 其实他觉得很忙 因为他有好多事 都永远没有完成 就是让我想起 人呢 多多少少都会喜欢拖 其实该今天做的是 就想说 哎 没关系啊 后天才开会 我明天再做还来得及 那这种拖 也是不是一种懒的心态 这个也就是说 嗯 我想 算是难的一部分 因为 工作是要赶的 不是等的 急是不需要了 赶一定需要 工作如果不赶 是不容易赶出来 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完成的 嗯 往往都是在 特弃的情况下 赶工作 不眠不休的 甚至于 来赶 把它赶出来 那有的人呢 就是说 没关系啊 今天做不完 明天再做 明天做不完 后天再做 或者我自己做不完 没关系 后代再做 这都是一种啊 一种借口 也可以说是一种懒人心态 是 应该呢 随时随地 自己今天做的 自己今天完成 明天是不是 或者不知道的 能够赶出来 赶快把它赶出来 是 那师傅上次也提到 就是说 懒惰跟精进是相对的 那我们知道 佛法是很强调精进的 这是为什么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赶 这个佛法将 克其取正 克服的克 其是旗线的旗 旗线的旗 然后取 取正 取 取东西的取 取东西的取 正 正是证明的正 取正 克其取正 克其取正的意思 就是在一个阶段之中 一个时段之中 一定要完成一个什么 很多人就是发怨 发怨 怨 我这一生之中 要完成什么 但是呢 要去做咯 空的怨不行的 空的怨不行 因此我常常 劝人家发怨 如果你发了怨以后 你一定要做 你一定会去做 因为你自己发了怨 你会动的 你会动的时候 你把你的怨心 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不发怨 你打个不其他者 动什么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动到什么程度 因此呢 我希望能够发怨 发怨以后呢 你一定会 尽尽努力 去完成你这个怨心 是 那么对一般人来说 如果他也有 喜欢拖延啦 或者是说 想要懒惰啦 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师父会开出 什么样的药方 或者什么样的处方 来帮助他 克服这样的悉心 第一个我告诉他 生命无常 人生可贵 生命是无常的 随时都可以死 不知道死 什么时候死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人生呢 是可贵的 我们失去了这个身体 失去了人的这个身体 之后啊 我们再想要 用人的身体来完成的工作 就完成不了了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 在我们还没有 升取人的身体 的生命之前呢 要好好地运用 我们这个无价的生命 来做啊 我们呢 无限的贡献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激发一个人呢 对 上进的心 或者是呢 可能去除懈怠的心 否则的话 人 就是得过且过 反正是 人就这样子过一生 我们要想 一定要强调 人生是可贵的 人的生命是很难得的 但是呢 非常的短暂的 我们好好地生谢它 要好好地运用它 谢谢师父的开始 那么从师父的开始里面呢 我们知道 我们要用无价的生命 做无限的贡献 同时我们要远处找眼 尽处着手 希望大家一起共勉 也欢迎您下次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活发的智慧 现在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 跟您见面了 那么谈完了懒惰呢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散漫 散漫是什么 散漫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该如何克服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上次谈到了 懒惰的种种坏处 以及如何来克服懒惰 那就让我想到 这个散漫啊 跟懒惰 好像是也有一点区别啊 那师父是不是跟我们 先谈谈什么叫做散漫 散漫有一个是头脑的散漫 还有那个生活的散漫 如果是头脑散漫 也就是说 没有主持利 没有计划 就是说得好听呢 就是这个随缘叫做 说得不好听呢 这是没有主见的人 没有一定的定见的人 如果是在生活上的这个散漫呢 那就可能就会有两种情况 可能是一个糜烂的生活 如果是有钱的人呢 散漫的话 可能变成花天酒地啊 这个生活不规律啊 如果是没有什么钱的人呢 可能生活的非常的凌乱 零散 在工作上面来讲啊 他不能够认定了一项工作 所以敬意乐趣地做下去 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起得很晚啊 睡得很晚啊 有时候睡觉整天可以睡觉啊 他这个也就是说 没有规律的生活 身心都没有戒律 都不规律 没有规律 这叫做散漫啊 是 那么这种人 你看起来 有时候可能他弄的样子 好像还有一点精神 衣服穿得好 穿好一点的时候 有一点精神 但是多半的时间 你看到他是微靡不准的 那么那个心情呢 这个快乐的时间是很少的 开朗的时间是很少的 都是好像是在 这个大雾天的雾里头 像这种人也可以说 盲目默地地过生活 也可以再讲 最深梦实的一种啊 一种生活状态 身形状态 这种人应该算是很可怜啊 很可怜 大概自己其实也蛮痛苦 我对他自己来讲 他也茫茫然 老是在生活的茫茫然之中啊 那么对其他的人来看他们 就是看这种人 就是应该说是社会的负担 是 不是他们 他们不一定犯罪 但是呢 呃 因为他们 不能够啊 甚至于不能照顾自己 嗯 需要人家的照顾他们啊 是 呃 那可能 呃 为社会带来 就为家庭呢 呃 带来一些困扰啊 是 师父刚刚说就是 散漫的这种人 就是盲目的啊 盲然没有目的 那么 可是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随缘啊 那么随缘跟没有定见 没有盲然没有目标之间 是不是 不一样 其实还是有差点 完全不一样啊 是 随缘呢是这样子 自己是努力的 自己是有目标的 自己是有方向的 在方向的 呃 这个 不变的情况下 呃 呃 要非常的努力 嗯 在努力的情况下 呃 呃 还是 呃 不能够完成 嗯 他的目标示意的时候呢 他会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步骤 改变一下步调 那也就是说 随着当时的情况而改变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呃 呃 政治人物啊 是 是 他那个 这个这个 对这个中 对共产党的一种想法 是 以及呢 第二次在党总统的时候 对共产党的想法 他完全是180度的一个转变 为什么 嗯 他是因为 需要适应当时的 这个这个民间的啊 啊 需求 或者是大家的希望 所以一下子改变掉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台湾有没有这种政治人物呢 我想也有了 那政治人物如果没有这种啊 这个看风 短度的这种 呃 基本能力的话 那很可能一下子就倒掉 而政治人物能够 就是 不倒翁 所以政治的不倒翁 这不简单 那就是一定要随缘了 随着缘 可是呢随缘还是要有方向 一个大方向不能够不能够改变 大方向如果改变了的话 那不能取信于人 那就是没有主见 没有定见 是 那么呃 没有定见呢 或者散漫呢 是心没有定见 啊 那么刚刚师傅也提到这种身体啊 或者生活没有规律啊 也是散漫 那么这就让我想起 那散漫跟这个民事派跟大而化之 跟这个不讲究细节来讲 这中间有没有差别 不一样啊 是 这个民事派的人 呃 生活 是 看起来浪漫一些 啊 也就是 看起来 不是 那么的 讲究细节 呃 但是他们还是 这个 不讲究细节之中 有他们自己的规律 一定 嗯 嗯 否则的话 就不能成为民事派 一定有他们自己这个生活的啊 啊 一个一个原则 所以是呃 现在比如说在美国 呃 这个 过去有西匹 是 呃 现在有鸭匹 鸭匹 他们就是像那个民事派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生活 还是相当有规律 是 民事派的人呃 呃 这是说呃 呃 不跟一般的潮流啊 啊 不随俗 随俗不随俗 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群人 或者是他们也直接有个潮流 哈哈哈哈 是 谢谢师傅的开示 那么师傅说 散漫的人呢 终日好像生活在大雾之中 茫茫然的 那么怎么样走出这片迷雾呢 欢迎你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